近日梁静如在被曝婚变后首度现身 在新歌发布会中途颜面痛哭 而后成人与赵元彤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 还有一些程序尚未走完 两人9年的婚姻就此画上句号 据知情人透露 过去梁静如曾抵押房产来支持赵元彤的视野 借钱给他开餐厅 后来餐厅倒闭 赵元彤离婚后身上仍有欠款 而在之前赵元彤每年收入200万台币 和梁静如当年婚礼的费用高达500万新台币 还以一枚17万的钻戒作为婚戒 曾经的富商如今负债累累 也是造化弄人 另外曾提前透露梁静如婚变的范伟奇 在梁静如亲口承认离婚后 发布了一条动态 称自己并不是大嘴巴 并表示要永远守护梁静如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这条动态随后便被秒删 有不少网友认为范伟奇这是在壮胆秀存在 借守护梁静如之名来洗清自己 但是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太过招恨 如今的这个行为也只能招来批评